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平安 过去这两年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说是百年来 真的是百年来 百年来人类最合作的一段时间 因为新冠肺炎 疾病的产生 造成的混乱 以及大家要面对如何防范这个疾病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合作就是这件事 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在想 人类开始要建造巴别塔了 我们合作起来 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疾病消灭掉 虽然国跟国之间 因着利益冲突的争执 还是相当严重 甚至为了疾病在争执 可是面对这个疫情 全世界的科学家医疗人员 都尽可能的携手合作 希望能够 减少这个疾病对人类整体的伤害 截至今天早上 我查一个网络 那个是及时的一直在更新的 现在有三亿六千多万人确诊 这个还是有报告的 大家知道有两种国家 是几乎就跟不上 一种就是放弃的 他跟不上 第二种就是 他根本就没有资讯收集 就我所知道 我所知道的十几个国家 我所知道的有落后的 有先进的 十几个国家 他们的老百姓都不相信他们的政府 不相信并不是说不信任 不是 而是根本就没办法查出来 现在全世界按照这个人口比例呢 是每二十个人 有一个人是确诊的 所以我们当中平均要有一个人确诊 对吗 加上外面我们的 今天主要来四十个人 我们就要有两个人确诊 这个还是说按有数据的 那如果没有数据的 那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截至今天早上为止 有五百六十四万人 因这件事情而死亡 还不包括相关受死亡的 不包括那些 我们台湾 实在是没有受到影响 我跟各位讲 我们最麻烦的就是戴个口罩 对不对 一直叫你洗手 可是全世界都这样 只是他们不一定做 还有如果你从国外回来 你要进到防疫旅馆 我今天也说 我告诉各位 就我所知 有防疫旅馆的大部分没有了 有防疫旅馆的 做到像我们这样的也没有 全世界也没有 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在各国 他们即使有防疫旅馆 不像我们这个 可以全面让你自己决定 你可以住到那个政府 预备好的 一千五百块钱 什么都很好 我们廖院长从欧洲回来救助那个 一个人一个房间很大 那个是军营改装的 一天吃六顿 防疫旅馆 然后窗户可以开 我说为什么你们那边可以开 我防疫旅馆都不能开 因为我们是选在四区 它是被政府 就是很大的地方 他说窗户可以开 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 我们贵的可以几万 你都可以租到防疫旅馆 一天 你也可以租一千五的 没有像我们这样的 我们台湾其实搞不太清楚 很多人还在抱怨 我就心里想说 不过 抱怨也是民主国家的一种正常表现 对不对 不让你抱怨 你就不显示你是民主国家 所以你一定要抱怨 这样 我现在念的这个是个笑话 是前不久收到的笑话 这个笑话已经过时了 已经过时了 可是在我来看就很真实 他说在美国 在美国他们这样说了 如果你的朋友当中 还没有人得到新冠肺炎 那说明你在美国 其实你没有朋友 我上礼拜也讲了 李珍他们就一家打定说 就是要得一次 你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就跟他们说 那你们到底得过没有呢 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 他们也有发烧过 也有咳嗽过 也有流鼻水过 一家四口 而且这个得了 换那个得了 那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 他说不知道 其实真的不知道 他说 因为我们也没有要去查 这样子 反正过了就好了 你去医院 也没有医院要理你 在英国 有一个人出国去买菜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说 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 你也确诊阳性了吗 他说我没有 他说那你怎么敢出来买菜呢 那你怎么敢出来买菜呢 那在法国 他们都说 我法国很多的朋友 现在全法国阳性的人 都在家里不敢出来 只有阴性的人敢出来 澳洲是 八个人本来就约好要吃饭 后来要吃饭之前 就检查一下 有七个人是阳性的 一个人是阴性的 他们终于劝退了 那个阴性的说 你不要出来 我们七个人去吃饭 我们听起来是笑话 我告诉各位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在我所认识的人 他们的环境就都是这样 就都是这样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疫情 台湾虽然感觉不到 那一种这么切身 可是我们生活环境改变了 对吗 我们开始戴口罩讲道 你知道戴口罩讲道 其实很不方便 上个礼拜我在林南讲三堂 秋花就跟我说 你讲三堂怎么办 而且你们都知道我要唱诗 我不唱诗我不会讲道 所以你前面唱诗 我都是唱一半 我坐下来这样子 然后最后还是忍不住 还是站起来再唱一次 因为光说说要唱到流汗 没有流汗就没有顺服 我们的长老 对不对 所以我就很努力 可是我那天去 戴了四个口罩去 每堂换一个 不然的话就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 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确诊的 我有好几个朋友确诊 重症死亡的 有非常要好的朋友 非常要好的朋友 重症死亡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朋友 因为这个疫情 你跟朋友的疏远跟亲近改变了嘛 比如说我本来跟光舟很常常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疫情 发生一些状况 所以我跟他疏远了 或者我本来跟洪昌是很疏远的 可是因为疫情变得很靠近 这是一个很大的版图的改变 而且我们大家对未来都没有把握 是不是 我去年九月跟邱华去美国之前 我把我所有的工作 家庭跟工作全部交代完毕 交代完毕就是说我去 因为像我们这种身体去 我告诉各位 不是谁的身体得了这个疾病会怎么样 你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得过你不知道 你以为你很强壮 一得可能你就很糟糕 可能你觉得我弱不经风 可是你得了都不会怎么样 这个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确定的一个样子 我去年九月出去之前 我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工作 我都交代清楚了 这个工作你要做 我如果不在了 这个工作就是你负责 连ANS我都讲了嘛 对不对 我跟党老门说 我如果出去了没有回来 反正我们是集体智慧的 所以少一个人 其实完全没有差别 你多少两个人进来就结束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都是客旅的 结束了就是很正常 我们都在想说未来怎么有把握 而且我们生活方式整个改变 我不知道对你们是好消息 还是不好的消息 我原定二月二十二到四月二十九 机票都买好了 要去欧洲 结果欧洲现在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后来我就问了我四个医生 四个医护人员 他们都是对我的身体非常了解的 不是一般说我的医生 不是这样子 都是跟我很有关系的 很有关系的 他们对我的整个的身体状况 是很了解的 一旦状况我就打交给他 我是这样的 有那一科 就有加一科的 有这个洗血管的 有专门研究的博士 四个没有一个同意我可以出去 就说你不用去了 这一次建议你 他们也不敢说帮我决定 他们都建议你二月还是不要去 还是不去 所以我就决定不去了 你们都没有很高兴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们都 我还以为你们希望我留下来 原来你们都希望我出去 我也没有好好管你们好不好 会让我们想起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我不知道你 你可能你不是一个 你可能是个乐天派 你可能不是 我不是 我是一个想很多很多的人 我每天想到 然后邱华都觉得我好烦 我什么时候问他说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想这么多 那每天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他说可不可以睡觉 这样 但是已经几十年他也习惯了 所以他也必须能够理解 我其实想很多 我其实想很多很多 经过这一段 我又再一次的想一想说 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今天早上还跟他们讲 存在主义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 就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是经过我们同意 就被丢到这个世界上来 对吗 你同意吗 你不同意啊 如果我再给你选择一次 你可能不要来 对吗 可是我们来了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最后都选择自杀吗 因为他们想通了 他们就不要活 这一段请你不要做错误的解读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来思想 也就是说 其实人会想很多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不够苦吗 那所以在这个环境 其实我们会想起更多更多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到底怎么想事情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信徒 或者你是没有 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 跟人生观的 很多人这样 这样未必不快乐 我告诉你 搞不好还更快乐 或者你是知道自己是无神论的 无神论是很清楚知道自己 就是无神论 一般来说我不信 那个不是我不信 是他还没找到要信的东西 真正的无神论 跟还没有相信任何宗教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无神论本身是一个信仰 那个信仰 他要自己能够把完整的系统讲出来 就好像我们一样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见证 我把它放在后面 就是慈云 他在我们当中 他认识神 然后在我们教会受洗 那今天我要让他在我们当中见证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很多的东西 都会想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做这个动作 或不做那个动作 都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他可能自己知道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为什么这样做 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他想通了 所以他决定这样做 或那样做 如果他没有意识到 并不表示他心里没有一个原因 或价值观 我告诉各位 你就是没有往里面挖 如果你往里面挖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价值观是潜藏在人内心的深处 他自己不一定能够了解 他不一定能够找到 他不一定能够分辨 而且又分为下意识 潜意识 下意识 还到无意识去 所以你不一定找得到 你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一旦你找到的时候 你就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做一件事情 他一定里面 他很可能是不完全 reconcile 他不可能完全协调 不一定 可是他一定有一个顺序 否则他不会做这个选择 因为这个缘故 我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到底为什么而活 你知道因为我在 我很喜欢哲学 又喜欢法律 又喜欢伦理学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最想读的就是犯罪学 我就在想说 那些犯罪的人 到底怎么想事情的 我如果没有信耶稣 我一定是一个坏人 而且我是一个很坏的人 而且我心里想一想 做坏人比做好人 好太多了嘛 对不对 我何必那么辛苦呢 对不对 大不了最后就自杀就好了嘛 你只要想清楚 自杀也不太难 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告诉说 人有这种思想 有这种倾向 讲得越清楚的人 他的生活其实越单纯 越单纯 因为他已经决定 要这样做了 但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内心价值观的顺序 我们也要跟一般人 一样的生活啊 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 这样子敬拜 消效 对不对 我以前也不会什么 在这里 嘿 我以前也不会这样啊 在这边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是 是你不一定找得到的 可是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而不做那件事 你为什么在和人的交往当中 这样做而不那样做 那这段时间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间太多了 我现在的工作量 大概是我原先工作量的 讲十分之一有点夸张 但至少只有五分之一了 我以前不是这样 今天来的路上 秋花还告诉我说 你以前去教会的时候 我以前去教会的时候 我主日崇拜之前 一定有很多appointment的 有的是两分钟 一分钟 三分钟的appointment 然后要处理问题 而且他们弄到差不多了 我只是去跟他面对面 Yes or no 就这样子 或者开一个会几分钟 然后会后还要开会 现在整天没事干 逗逗这个跟那个讲讲话 就跟他说 你怎么会剪这个头发呢 我以前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 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 我就在想 人在这种环境之下 到底我怎么面对这些事 我到底要决定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或者你在职场上面 你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表现 却不那样表现 你知道没有人 挑战我们的时候 挑战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最近这个礼拜 就是跟一个童工 挑战他的思路 我挑战到我气得半死 我觉得他一定挫折得要命 你听得懂吗 因为可能我的价值观 跟那个价值观不一样 那或者你为什么 这样分配你的时间 却看不惯别人 分配时间的方式呢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为什么用钱这样用 却不那样用钱呢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念 价值观在里面 那个我们不一定找得到 那今天我想讲一个 圣经里面说的 一个基督徒 应该要有某种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 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一直到我们的生命 整个的表现就是这样 我刚才说到了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你的生命 其实也蛮好生活的 如果你开始想了 就开始麻烦 越想越麻烦 一直到你想通以后 又不麻烦了 那可是呢 你一信主之后 我就相信开始麻烦起来 一直到等到 你找到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态 我现在告诉你 保罗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如果你确定 你也可以这样以后 我觉得你会好很多很多 在我们还没有成为 基督徒以前 我们是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 那个价值观 就是别人放进来的 可是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呢 我今天在考虑 为什么把慈云放在后面 还放在前面呢 我想先讲 然后让他听 因为我今天也可以说 是为他讲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 刚刚信耶稣的人 那我也把你们当成一个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层次不一样 我就讲 然后你就对号 你要进去看 你在这个部分 你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常常问这个问题 我已经都信主了 我已经都信主了 你知道我将来 一定回得去的 而且越快回去越安全 你听得懂吗 我搭这班飞机回去 我就安全了 我在这里拖啊拖 拖啊拖啊拖 拖啊拖 我怎么知道 不会在这边发生交通事故呢 我怎么知道 不会在这边 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会走路跟人家 发生什么 或者是被人家误杀 为什么不坐这班飞机 最快回去不就安全了吗 反正一定机票都买了 只是 而且有地方去了 那边房子都预备了 为什么不回去呢 当然这个不能取决于我们 我现在都是在讲一个理论 你知道所以我们活在地上 有一天 你要想要一天怎么活 不然的话 其实是可能更危险 或可能更矛盾 或者可能更痛苦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要今天来跟你们看 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活 为谁而活 来我们先念这五节的经文 这五节非常重要 你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学问 而且很有经历的人 我们来念这五节 我念一节 你念一节 一节到五节 我愿意你们晓得保罗说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 花言巧语 弥过你们 我生子虽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 我就欢喜了 这段圣经的背景 是保罗写给一个叫做 老底家 哥罗西这个地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跟他们讲说我的状况 重点 我今天只讲三节 就是第一节 第二节第三节 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 你们就是哥罗西 这个地方的人 就是说土城这个地方的人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 就是土城旁边 板桥 我为你们在这两个地方的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保罗说 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他们就包含你们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爱心互相联络 风风吹吹吹吹在悟性上有信心 使他们真知道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这个第三节是在解释基督 所以其实就一节二节 我重点要讲到这边 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 来思想两件事 就是我们基督徒 如果还活在地上 我已经做过上百个追思礼拜 秋华的母亲上个月过世 安息 你知道对我们而言 母亲安息 当然母亲离开这世界当时 难过得不得了 我已经为了秋华的妈妈离开世界 我已经预备她一段时间 我预备她一段时间 她心里需要预备 然后在过程当中 又要帮她预备 事后我要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说那你怎么会帮别人预备呢 因为我30岁开始帮人家主持商礼 然后不只是主持商礼 而且我要陪那些人到最后一段 陪最后一段 你知道我每一次一个商礼结束 我对人生观有一个改变 这样就过了一百多次 有的是非常轻的 有的是很疏远的 有的是年纪大的 有的是出生的 还做过没有出生的 最后剩下几天就过世了 或者就没有生出来了 是胎死腹中 但是就是在最后几天 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所以到底我们是怎么想事情的 我们是怎么想事情的 我们基督徒尽心竭力的侍奉 为的是什么 第一 但是我当然问我自己 第二 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见证 结果会怎么样 就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我今天只讲第一个部分就好 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 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 是因为一到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 叫人因我们 所以我们的侍奉 或者我们的生活 是叫人因我们 你知道这个句子 就让我们想到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好 我再来读这三节给你们听 我再来读这三节给你们听 我愿意你们晓得 保罗说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 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第一 第二 在爱心互相联络 第二 以至于疯疯足足的 在悟心当中 有充足的信心 第三 使他们 最后就是在说明 这个信心的东西 在这边 保罗提到 他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他说我尽心竭力 为的是什么呢 他说为的是你们 为的是你们 为的是你们 就是哥罗西这里的人 跟老底家的人 一切没有跟保罗 亲自见面的人 保罗尽心竭力的做事 尽心竭力的生活 为的是别人 为了不是自己 我现在告诉各位 当一个人相信主了之后 他到底为何而活呢 你们知道我是十几岁 十一岁就信耶稣的 而且我十六岁就立志当传道人 你要知道一个人 如果他从十一岁 十二岁就立志当医生 他去考医学院的时候 他基本上如果他是真的话呢 他对医疗已经有蛮有兴趣了 如果一个人他是做生意 他想做生意 他从小就说我爸妈做生意 我就要接他的 如果他是这种立定那种心智的 我告诉你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比那个在生意上 厂上搞了十年的人 还要更知道怎么做生意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你很小就下定决心嘛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 我告诉各位 那些神学院的书我都读完了 我二十几岁读的时候 我都已经读完了 我进去神学院的时候 我希腊文都自修完毕了 所以我的希腊文在华神是记录 第一学期一百分 第二学期一百分 第三学期一百分 因为我已经读完了 所以我记住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 做了这些东西 所以当一个人 你要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下定决心 你就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到底为什么而活呢 我从很小因为要做牧师嘛 我从很小就要做牧师嘛 所以我就花很多的时间 研究这个东西 我后来发现说 原来一个人信耶稣之后 他就应该为主而活 这就是别人告诉我的 所以我就一直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圣经上也这样讲 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们是为主而活 可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 他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 什么叫做为主而活 什么叫做为主而活 什么是为主而活 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几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子见面的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主而活 对不对 可是他的表现却是 为人而活 他的表现却是为人而活 他愿意为他们而活 他说你们 他说他们 为哥罗西的人 为老底家的人 跟保罗没有见过面的人 我们知道 保罗的生命当中 他以前是为自己而活 他很会读书 他很年轻就做到很好的位置 他表现得非常的好 他求取很高的学问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他要取得当代社会最大的权限 可是他从来没有不为神而活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搞懂我在讲什么 他在去大马社的路上之前 他就是为神而活啊 他为他的神而活 所以他就去拿文书 要去逮捕基督徒 我现在要告诉你就是说 为神而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为神而活的表现 也可以是为己而活 就那个神是你定义的嘛 可是如果你为人而活 你这个就很难了 因为为神而活 保罗以前 后来他也讲啊 他说我以前也为我祖宗所侍奉的神 我是怎么样的尽心竭力啊 我为了上帝 我去抓人耶 去杀人耶 去砍人耶 所以一个人到底 或者我说一个基督徒 应该什么叫做为神而活 他一定是为人而活 否则为神而活 我可以讲几个例子 我为神而活 我要大赚钱 荣耀神的名 谁不想这样啊 不为神而活的人 也想大赚钱啊 对不对 为神而活的人 也可以求取很高的名啊 为神而活啊 所以后来我就发觉说 哦 原来 为什么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这个事情在 人类历史上面 在评断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标准 对吗 希特勒为什么 全世界最后判断 他是这样 现在你连希特勒的 做的那个符号 都还不能拿出来用耶 那是全世界的 一个公认的东西 也就是说 当你说我为神而活的时候 那个神是很难被定义出来的 甚至被基督教定义出来的神 都可以被我们拿来 满足自己 所以当我们讲 为神而活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人赚钱 不肯为别人 拿名 拿权 然后说我是为神 我也不是攻击天主教 你不要误会我 或者基督教 或者我讲我自己 当我想我是为神而活的时候 谁知道 你们谁能够确定 我是为神而活 为自己而活啊 你不能 可是当你说我为人而活的时候 这个很好判断耶 那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那个是可以讲得出来的 我说我愿意为光周活 我跟他讲光周最有感觉了嘛 当我说我为光周活的时候 光周心里想说 讲的是真的还假的啊 我从来都没有感觉 所以这个为人而活的事情 你不能用讲的 只能用做的 可是为神而活是可以用讲的 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为神而活跟为己而活 可以等同 为神而活也可以等同为人而活 所以你就不能用这种模糊的概念 说为神而活 那我今天必须讲 是为人而活 当然为人而活 也可以有其他的动机 那这个我也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不花时间去 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圣经的背景 我们就更惊讶了 因为保罗其实连哥罗西都没去过 老底家更没去过 他只去过以弗所 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 他也没去过老底家跟 这个哥罗西 你知道吗 我刚才讲说什么 土城 板桥 意思就是这样 他们其实很近 不远 当然当时因为要走路了 所以感觉很远 他就是个卫星城 以弗所是个大城 保罗就在大城里面 他没有去过哥罗西 他也没有去过老底家 可是他为他说 他愿意为他们而活 换句话说 保罗是为那些 没有见过的人而活 我告诉各位 为别人而活不容易 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 为不认识的别人而活不容易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为自己而活 对吧 这个最容易的啦 为自己而活 那为儿女而活呢 容易一点 我这里面看到 我认识你们很多人的儿女啊 对不对 你们为儿女而活一点都不困难啊 今天有一个 那个爸爸在那边看到了 那个是 郑先生 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去 他说明天 我说那你女儿呢 我就跟那个叫 湘荣讲话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要劝劝湘荣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爸爸都很难劝 我也知道 我也做爸爸的 他爸爸都很难劝 我说没关系 一子而家啦 我就当着 弟兄的面 就骂了他的女儿 要听话 我都不敢跟我儿女讲要听话 可是我们为儿女而活 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 为配偶而活 为父母而活 去年六月 李杰森 摩根 就说 托我们照顾几天 Couper 你知道 他一来我们家 我们家就大乱 大乱的缘故 就是全部以他为中心 为他而活 这样 我一点都没有抱怨 因为爷爷奶奶就是开心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说 为别人而活 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为别人而活 很多东西 你就要必须接受 在这边保罗说 他为那些并未见过面的人而活 保罗说 我尽心竭力的侍奉 是为了你们 当保罗讲到侍奉 尽心竭力的时候 他是指的生活的侍奉 你知道吗 他不是指的 在教会的侍奉 在教会的侍奉 其实很简单 对不起 我这样讲下去 反正有网络出去 我告诉所有全世界教会的人说 在教会的侍奉 可以是假的 而且可以非常假 我讲到有什么困难 大学教授随便讲 也讲得比我还好 对不对 戴敬拜的 有什么 可以做不到的呢 这拍手 谁不会拍 喊 耶 谁不会喊 对不对 祷告 祷告词 歇写就好了嘛 不是现场讲 也可以讲出 很好的祷告词出来 这些都是可以是假的 在我们 A&S生活的弟兄里面 我要告诉你 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就是生活 如果我们给别人 看见的 跟我们自己的状况 是两面 那我告诉你 这就是假的 那我没有说 这样绝对不可以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这是个过程 过程就是说 你到了这一站 还有下一站 到了下一站 还有下一站 所以我们为什么而活 我们为什么而活 绝对不是 别人看到的这个部分 而是当别人 没看见的时候 我们到底怎么活 前两天我们欧华 开校务会议 我是董事会 所以我不开校务会议的 可是院长特别请我 学校成立十几年来 我第一次开校务会议 最多第二次 有一次我在学校 他们开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问我说 李长老 你可不可以来 我说我不去 他说我们邀请你来 列席 因为我们院长 廖院长 他下一个礼拜 会来我们这边讲道 下下礼拜 会来我们这边讲道 他知道我的原则 董事会绝对不干预校务的 然后他念念就说 他写给我 他是李长老 可不可以请你来 跟我们一起开校务会议 因为有重要的事情 我说好 他上去 他知道我的性格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要欢迎李长老来 列席 他故意把列席 练得很慢 他说让我知道说 他也知道我是来列席的 因为我不参与决定 在校务会议里面 那大家就在那边笑 然后我就跟他们 讨论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已经确定医生 不让我2月22号到4月29号到欧洲去了 所以我已经没办法实体上课 可是我支持他们实体上课 我说你们要评估 你们要收集所有的资料 你们要决定怎么做 我赞成实体上课 因为他们不像台湾 我们不能用台湾的观念来想 他们那里可能一半的人都感染了 你知道法国才多少人 现在一天50万人 他们已经曾经降到剩下几百人 现在一天几百人 现在又升到一天50万 他才多少人 他人口最多是5000万 6000万 就最多了 一天50万是什么意思 你听得懂吗 我们要是一天这个比例的话 按比例的话 我们吓得没有人敢离开家门 他们照样出去 他们照样出去 我就说我赞成他们实体上课 为什么我告诉你 实体上课才可以真正上课 网路上课我也很轻松 我透过网路 我告诉你他生命不会改变 因为我讲的会很好听 你知道吗 他会看不见这个老师的生活 而且现在因为Zoom的关系 上半身正常 对不对 下半身你都不知道他穿什么 是不是 你不小心站起来 你这穿Deku 然后现在化妆也只要化上半部了 对不对 下半部不需要化 尤其现在禁止饮食的时候 就更不需要化下半部了 对不对 你们口红到底有没有擦 等一下我检查一下 就是 你看不见真正的样子 我就跟他说 我支持你们 我支持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 我不怕我们教会人少 我告诉各位 我不怕我们教会人少 因为人多 不一定就是好事 我不是因为我们人少 我故意这样讲 我这真的不是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认真面对自己 慢慢处理 这个不是很急的事 可是这是必须的事 这样听得懂吗 你也不要两年都弄 你会把你自己掐死 可是你就在进步 要进步 要进步 呈现真实的自己 让自己是真正的活出来 让真正的 真正的活出来 所以保罗说 他尽心竭力在生活上面 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别人 所以他这样讲 他说我们尽心竭力的事丰 教人因我们 所以尽心竭力的活 的是为了别人 我再说一次 为了别人 我不管你以前在哪里聚会 或者你以后去哪里聚会 别人告诉你 要为主而活 我没有反对 可是我要加一句 为主而活 而且为人而活 否则你不知道 你为主而活的 另外一只脚 要踩在什么东西上面 两只脚 一只脚为神而活 另外一只脚要踩在哪里 还有最终的表现在哪一个部分 或者你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谁不会讲为主而活 这是我传福音 我信主很多年以后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不要急 因为我是立志做这件事的 我都是三十年之后 我终于领悟 当然因为没有很多人教我这个东西 因为我你知道我以前听的都是为神而活 我很少听到别人说为人而活的 我真的很少听到 一直到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异端 后来我再三的读圣经 我发现只有为人而活 才能证明你是为神而活 我说证明 意思是有的时候不证也明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要证明 你要知道打官司就是为了证明 你拿出文件出来 你拿出证据出来 所以是非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都是大家讲的 你就拿出证据出来 那保罗说那做什么事呢 来看 第一 在盼望上让别人得到鼓励 在盼望上让别人得到鼓励 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如果我跟亨达在一起 我怎么样的服侍他 我怎么样这样的生活 是叫亨达因为我在盼望上更得到鼓励 这个盼望当然是对神的盼望 对他人生的盼望 对他家庭的盼望 对他事业的盼望 我希望他被鼓励 这是我活着的目的 我现在是把它弄成现代化 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 保罗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保罗说我这样做的目的 我这样活的目的 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这个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更好的翻译是要叫他们的心被鼓励 被支持 被激励 让他们得到更大的盼望 我因为这两三年 两年都没有离开台湾 你们跟我接近算是比较近的 我们有互动 有来往 有一起吃饭 有互动 你们稍微了解我 比较了解我了 可是远远看着我的人都 哇他好棒喔 靠近我的人吃过几次饭 就是说哇这个人 你有很多种想吗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哇他好严格喔 哇他很严厉耶 他做事情很精准耶 你一点点偏 他说没有要回来这样 或者你会觉得说 哇你知道我很凶耶 对 我是很凶的一个人 但是我常常跟别人讲 你知道我对谁最凶吗 就是对我太太 比对我太太更凶的就是对我自己 我对我自己是弄到只差没自杀而已 可是非常严厉的对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知道有永恒 那个是一个盼望 那个是将来一定去得到的地方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是真的把它弄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骂光州 他还没做好一件事情 我就很生气 我在骂他 当然是你们都看不到 我在骂人的时候 通常是小众我才会骂人 我在讲他 他就吓到了你知道吗 他说要这样吗 我说你这个都做不到 你要在我们教会里面 一起带领教会 你有困难你知不知道 哇他就讲 有时候把他讲到他都哭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 可是我 那你要问我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只管我讲 我很凶这件事情 那我可能态度你不接受 可是如果你知道我的动机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一样的想法 对吗 你知道保罗骂人 比我骂得害凶了 我连耶稣都比不上 我告诉你 耶稣骂人才恐怖呢 回去念 马太福音第23吧 23 24章 你回去看他骂人 他骂人说什么 他说 你外面看起来蛮好看的 好像坟墓的那个墓碑一样 你里面都装死人骨头 我有这样骂过你们吗 我连耶稣的一半都比不上 我告诉你 我差耶稣还差远的呢 耶稣说 你这样 你想进天国 你四个字送你门都没有 你们有钱了 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话吗 我从来不敢讲这个话 他还说 反正他讲的话比我严厉多了 只不过你们都不敢讲耶稣 你只敢讲我 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有的时候也不帮你做决定 很多人跟我说 你常常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不帮你做决定的缘故 并不是我不愿意替你负责 而是这是你的生命 你必须自己做决定 那因为我帮你做决定 是省了你的事对吗 可是下次同样情形出现的时候 你未必会做对 所以我宁可你做错 你听得懂吗 然后你跌倒 你说原来这里有个问题 然后你就去面对它 所以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 是要叫别人 因我们在盼望上更得到鼓励 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好好活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改变 这跟你有多少钱 绝对没有关系 这跟你 你的职业的高低贵贱 没有关系 这个跟你 有没有被别人接纳 没有绝对的关系 当你想清楚你的地位以后 你就会觉得 哇 原来这样活才是真的 真正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活着 是为了别人 真的不是为了自己 或许 或许你们比我年轻 或许你们信主不久 不像我知道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事情 人 我讲人就是我了 其实吃饱了 你还要吃什么 你听得懂吗 如果我有多一点点钱 我可以吃好一点点 如果少一点点 吃这样也饱了 如果有多一点点钱 我享受好一点 我也不反对别人 有钱的人多享受 这有什么问题呢 那个钱是他的嘛 他本来就可以吃好一点嘛 我吃50块钱的便当 或者我吃100块钱的便当 你吃1000块钱的便当 没有问题 你吃10000块牛排也没问题 那个钱是你的 可是其实当你没钱的时候 吃100块也可以的 那到底我们能不能接受 这一个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 活在地上 才是一个 才是一个比较 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否则你真的曾经沧海 你就难为谁 对吗 这两天我还在跟秋华讲 我说我们现在的 我们ANS的点阅率 就是几百最多了 人家那个一上去 就是几千几万的 有没有 我们会不会羡慕别人 人家都几万 我们几千 或者我们的收入是多少 一听到别人的收入 怎么会这么多呢 就是你到底甘愿不甘愿 你到底认定不认定 我们在地上到底活得 为了是什么 为什么我说 其实我真的 如果现在离开世界是最好 因为我 昨天晚上还为了这事情 睡不太早 我跟秋华说 你觉不觉得神写了 摩西五经 要摩西写摩西五经 记载了 摩西的生平 然后又记载了 约瑟的生平是为我们 我讲的不是对一般人 当然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如果 神特别写了那个 要特别给我的话 我真是好苦命 我就心里想就害怕 对不对 四十年完工生活没搞完 还跑去旷野四十年 最后四十年更可怜 对不对 约瑟也是 约瑟也是 本来以为卖到波提法家 够可怜了 你知道波提法家也还好 你知道吗 后来他的祖母来引诱他 他就逃掉了 后来抓到监狱里面 也还好 我问你 如果凭良心讲的 你比较想要在监狱里面 如果没有霸凌 你比较想做监狱里面 还是比较想做宰相 你没想过对不对 如果没有霸凌 我愿意住在监狱里面 我不要做宰相 我看你们当中很多人 火候还不够 你没事搞事啊 你做宰相干什么 你做宰相干什么 累不死你啊 但是我们怎么在地上活着 你要想清楚 当你想清楚之后 你才会活得很快乐 那我们监长老 从今天开始正式退休 对不对 今天开始 你看他高兴成这样 你看 我常常讲他的例子 他进一个金控 当时不叫金控 三十几年 四十年 他在同一个公司做了四十年 从小弟做到董事长 上市公司 你们上市公司啊 对不对 对啊 上市公司董事长 你别开玩笑 可是他现在下来之后 又没身份又没地位 知道吗 来我们教会 又不一定被我们尊重 你觉得他要很高兴 还是很难过 这是个过程 这不容易 但是等到你一旦 确定了你的状况的时候 你多忙都没关系 你多空都没关系 你多有钱都没关系 你多穷都没关系 你多热闹都没关系 你多孤单都没关系 你要搞清楚 你一旦搞清楚之后 你就稳定了 我们活着为什么 我告诉各位 为了别人跟我们在一起 他就得到安慰 为了别人跟我们在一起 他就得到安慰 词云懂吗 你在你们家经营那个事业 要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那里 都觉得说这个场地真好 然后你过去跟他讲两句话 他就说 哇这个主人 设立这个场地的目的是什么 哇我真的有在这边休息到 那就是你的目的 我们活的是为了别人在盼望上 更被鼓励 来我现在讲一下 我们都相信有永恒 对不对 可是永恒有多长呢 永恒是一条线 这样过去无止尽 这样过去无止尽 我们人生呢 就是一点 正常现在八十几岁 运气不好一百岁 对不对 运气再更不好一百二十岁 你觉得八十年 我们就这样八十年就好了 你觉得八十年在一条线上面 占多少 我这样讲绝对没有夸张 一天二十四小时 每一小时六十分钟 每一分钟六十秒 如果算了永恒 我们的一辈子 连一秒钟都没有 过了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一秒钟 搞个半死 然后绝对不管永恒 如果你弄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很多东西 就可以放得下来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别人而活 那刚刚这样讲的时候 看起来容易 其实不容易 因为这样是用讲的 对不对 可是我跟洪昌同工的时候 我就跟洪昌弄不惯你 他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就弃了个半死 对不对 然后上有父母 对不对 下有儿孙 然后旁边还有妻子 还有同事弄不死你 所以你要花时间想清楚 我们为什么而活 我是为了服侍别人而活 如果这样 如果我是让别人 因我在盼望上更得着鼓励 其实讲话就是一线之间 态度精准的 讲话是一线之间 讲话有可能讲错 这没什么了不起 大家都会讲错话 可是你的态度对 就会有修正的可能性 你态度不对 讲话对的也是假的 我再讲一遍 态度对了 你讲话没讲好 下次就可以改变 可是如果你态度不对 或者你的心态不对 或者你的目的不对 那么你怎么讲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所以在盼望上 让别人更得着鼓励 其实我知道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尤其你们 我这样看下去 今天除了几位在我们教会不够久以外 都是比较久的人 跟Lolo也是从头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慢慢慢慢已经改变了 我们生活已经改变了 我们活着不再只是为了自己 我们也为了别人 我希望我这样做 能够让我的员工舒服一点 我希望我这样做 能够让我妈妈高兴一点 我希望我这样做 可以别人得到鼓励 这是第一得到鼓励 第二 第二 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 教人因我们 第一 是盼望上得到鼓励 就是你说 我愿意活下去 我们跟别人在一起 就让他愿意做下去 第二 在爱心上更互相联络 我们有一个活在地上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 可以在爱里更互相的连结 无论是连结在我们身上 或者让人在爱中彼此连结 或者是连结在基督的上面 都是我们该做的 在爱心上互相联络 是我们基督徒为何而活的 另外一个目的 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 基督徒不应该造成更多的混乱 不应该造成更多的争执 不应该为了表现自己 而不断地与人增进 不是为了彰显我们比别人更好 而引起冲突 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 是要表现在我跟别人 我觉得他有感觉到我爱他 他有感觉到我爱他 还有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我因为很早就信耶稣 所以我一生很早就下定决心 很早就下定决心 我愿意成为人和神之间的和睦 所以只要有传福音的机会 基本上我就会去 那现在我不去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希望你们都去 不然我去 相对于你们是比较清省的 因为你可能要弄很多次 我很可能 那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另外的事 我去可能很容易 你知道我现在到世界各地去 我到每一个教会去 他们都是 我不是去教课讲主日崇拜而已 他们都把那个疑难杂症先收集好 那个找麻烦的约到教会来谈 那个死不信耶稣的叫我去传 这样子 我就整天弄这些东西 我到那边他就说 你知道吗 所以我到那边 人家问我说 你有没有体力 你有没有心力 我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回答就都白回答了 你怎么跟他们讲说 我今天很累 他说好 他说那我们多休息 然后他就把你车子一开 就开到别人家里去了 就他讲的是口头的话 所以我都不讲别人 我就说我都来到这里了 就随便你吧 我是说真的 就随便你吧 你要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我不是生气 是你就无可奈何嘛 那神已经把这个能力给了我 我不用要干什么 有一次我就 他就说他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他太太怎么样怎么样 要我去传名给那个先生 那个太太已经信主了几十年 那个先生就不信 其实我告诉你 那个先生 我一碰到那个太太 我就知道他先生要很难信 你知道吗 因为太太那个样子 他先生就是很难信 后来我就跟太太说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 我在带他信信耶稣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 他太太出来接我 我就说 等一下进去一个半小时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 我没有看你 你不要讲话 这样 我还没讲三句话 他就开始讲话 我就把眼睛一看他 我就看着他 我心里跟他说 你不要讲话 我就开始讲 那天他就信了 对我来说 没有困难 可是我希望你们都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样传福音 会让你的生命改变 会让你的思想改变 会让你的生命 有很多很多的调整 我自己对我自己最大的期许 就是成为人和人 人和神之间的和睦 那是我自己 后来当我年纪更大以后 我就发现人跟人的和睦更困难 听得懂吗 人跟神的和睦没有那么困难 你只要找到那个他的需要点 然后上帝是真的能够满足你需要的 这有什么困难啊 对不对 可是人跟人的和睦很难 你知道吗 我在大概做童工 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的长辈当中 五十岁跟五十岁的不和 七十岁的跟七十岁的不和 这个好怪 我以为那些越属灵的人越和得来 我现在发觉越属灵的人越和不来 所以我又立了一个志向 我要成为人和人之间的和睦 保罗说在爱心上 更互相联络 我愿意成为人和人 所以通常在我的童工当中 如果有夫妻不和的 我的童工当中 他愿意 我都列为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我愿意去陪伴 我愿意去陪伴 为什么 因为你不觉得你这样生活太辛苦了吗 都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有本事你离掉啊 你又没本事 你听得懂吗 你又没 那个总敢离婚 那为什么不处理呢 你要混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当然你问我说 赞不赞成 你问我是不赞成啦 可是我现在问题不是我赞不赞成的问题 是你又不解决问题 那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事情 当我讲人跟人之间的和睦 不是霍西尼的和睦 因为霍西尼的和睦是没有意义的 那都是给别人看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跟邱华去 被一对朋友请吃饭 一对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是我们知道他 他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好 那妻子告诉我们的 那一到他们家吃饭 真的吃得很开心啊 然后他先生就 他太太就说那我帮你添一个饭 他先生说好 他太太就走过来 帮他的先生碗拿起来 你知道他先生还顺便摸了他太太 再屁股一把 是给我们看的啦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肢体接触 没有眼神接触 也不讲话的 来这一套你听得懂吗 因为何必活得那么辛苦呢 可是人跟人要和容易吗 没有啊 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不一样 我们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要怎么样和得来 这不容易 所以怎么样我活着 我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 当然我跟我太太之间 怎么处理问题 那这个是我自己要去处理的 我也希望有人能帮助我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暂时现在不需要 不动用各位了 不过你要请我吃饭 我还是乐意接受 我们的感情很好 可是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 所以在我们ANS的弟兄姐妹 都要成为别人在爱心上面 彼此联络的重要的一个 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 使人与人和睦很不容易 一不小心弄巧成拙 可是这却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叫人在爱心上互相联络 第三 在信心上更加认识基督 这边我就不多讲 那我下次还要继续讲 我们尽心竭力的事奉 也有一个目的 是希望别人在信心上认识基督 就是相信神 那这一个都是我们活着的目的 就是我这样活 别人看得见吗 我这样活 别人能感受吗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说话 或者有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我们没办法 你知道有些人是我们一辈子 没办法的人 对不对 就是一物刻一物 他就是完全不理我们 但是你不用担心 你就活出你自己 应该活出来的样子就够了 我常常劝弟兄姐妹 那首歌叫做 总有一天等到你 你放心 你只要活出你的生命 活出你应该活出来的 总有一天等到你 对方其实是看在眼里 他只是不愿意说出来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改变了 对方怎么会不知道 他跟你越亲越知道 所以你就慢慢等他 总有一天等到你 这个我下次再说 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神 而且经历的地方 是不太一样的 神是个灵 我们人里面也有灵 当灵和灵接触的时候 你会有感觉 有的人比较敏锐一点 有的人比较没有那么敏锐 这个是可以学习的 有的人的感官 眼睛比较好 耳朵比较不好 有的人的耳朵比较好 皮肤没有那么敏锐 但是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接触他 不仅是还没有信到信 而且信以后也是这样 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 用心灵和诚实 更多的接触神 敬拜神 我们今天的聚会 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们平常聚完会 还有很高兴的事 对不对 就是一起吃饭 一起运动 不是因为过年 而是因为疫情 我们会暂停 那下礼拜我们还是有聚会 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 有在这里面的吃喝 那这段会有一段 短短的时间 直到政府说可以 我们就会一起开心的吃喝 盼望过年期间 我也代表所有同工长老们 祝大家新年愉快 而且我们可以更多来往 如果你没有离开台北 你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吃饭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更多的彼此相爱 有些互动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来我要做一个最后的祷告 天父我要向您献上 满心的感谢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教会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 彼此相爱的地方 主要我们当中 有的人是比较开朗的 但是有些人是比较 安静的 内向的 求你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之后 我们可以更多的 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 彼此相爱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 是从内心的深处 真正的表现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 互相的激荡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主要我们彼此的笑法 让我们知道在地上 短暂的年日 以及你所给我们的恩赐 都是为了别人而使用 所以求你让我们 真的因为这样做 不因为别人这样 而是因为我愿意这样 我们就更多的彼此认识 彼此相爱 主要我们现在要分散 在这个过年的期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交通安慰鼓励提醒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在看我们这个直播 或者是以后录影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hana帝 我们下期再见